一定不要等逼自己一把 减多少你自己定 话说人生说起来长 但是现在掐指一算 也快小过一半了 在你这个人生这几十年里面 你是不是也有一件衣服在衣橱里 一直放一直都没穿上 一件心爱的连衣裙 红色连衣裙还是黑色连衣裙 或者是礼服等等 或者是一条非常普通的心爱的牛仔裤 你是否真正活成了你想要的样子 你是否曾经看到自己最美的样子 还是说你一直在这个减肥的漩涡中 挣扎一直反复减减肥肥 这个时间流逝啊 说这个人生就是说三万多天 一共就四千周是吧 人生四千周 说这个四千周你想不想 就真的想看到自己最美的这个样子 想看到自己想要的样子 人家一辈子就要看不到 自己这个好看的样子 是多么遗憾的件事情 什么时候开始 都不完就可以从今天开始 最最重要的是 我经常就说就是开始培养习惯 从最小的习惯开始 一点一一非常小的行动 不是说每天我要健身多少小时 我要连续多长时间吃健身餐 跟那个一点关系都没有 开始培养小小的习惯 每天与别人偏离航线 哪怕几厘米 那么你的船就驶向了最美的地方 很多人都跟我说 哎呀到底怎么变漂亮怎么办 然后就觉得自己陷进那个漩涡里头 就好像出不来了 其实我之前也跟你是一样 我之前也是这个胖妞 十多年前 我也真的是特别没有自信 为什么 其实真的是不光是自己的身材 自信是从内在发出的 或者是看别人美 看别人穿漂亮衣服 我不行 我没有那样 我没有人家特别细溜的胳膊 然后怕别人看着自己大粗粹 所以那个时候没有自信就从来就不敢穿裙的 一直都是穿裙的 就像一个假小的一样 而且那时候特别不喜欢照相 就几乎找不着自己那时候胖的照片 但是没想到其实自己就是就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 自己就可以做到 可能跟你长多漂亮一点没有关系 最关键是自己能够动起来 觉得哦原来我是可以改变我的人生的 那个时候我还记得我一个活成我都做不了 我半个都做不了 哪都撑在沙发上 刚下去一半 穿也就倒下去了 我记得特别的很清楚 就是慢慢的开始 从开始扶着墙开始 慢慢慢慢降低来提高这个难度 一点一点 然后自己慢慢力量就上去了 一口气做二十个活生 标准的都没有问题 我每天这个习惯开始改变了 每天放进去一点点小小的努力 哪怕我就开始健身了一分钟 我也是成功了胜利了 最终的目的也就是想让所有的姐妹 所有的人都能感受到我所感受到 不管你现在处于什么样的境地境遇 不管你年龄多大 身材什么样子 你可以做到 你可以解决任何样的问题 因为我知道健身说是救了我也好 健身给我打开了另外一扇大摩 他给我带来这些能量 让我知道我自己可以做到 当你动起来 你就会越来越激进一个正向的一个循环 所以健身说就真的是一个良药 也许你看了我的一个视频两个视频是吧 慢慢的你开始渗透进去 就发现原来 我也可以做到很多的事情 我可以去健身 我可以让自己健康起来 变美 变自信 变得更快了 也是希望这种感受可以感染到你 让你知道习惯的力量 让你知道你自己可以做到 我上次也说过我这个高端的私密 健身培训 精华培训 里面就我13年压箱顶的这种完美蜕变秘笔 三大药是要传授给你 而且是免费传授给你 下一期就开始要收费了 现在这个免费席位还有几个 如果你也想加入的话 现在就可以开始 从现在就可以开始 在下面留言 我要蜕变四个字 所以你也可以改变 就从今年夏天开始 如果还想加入的话 那么就是上期报名人太多了 所以这回要筛选一下 今天就积雪到这 那咱们下回再聊 拜拜